哈囉大家好 我是Mina 今天帶大家來到雲嘉南濱海地區 你們知道嗎 多了很多新看點 他們現在在的位置是在台南濱海地區啦 今天要帶大家一次走訪北門 將軍 旗鼓 最新風景 想要知道哪邊好拍 哪邊好玩 跟著我們的行程走就對了 Let's go 大家應該都知道每年的春季 就是賞鳥的最佳時機 那我們現在剛好遇到了 光鳥馬拉松十週年特展 如果想要知道賞鳥自由行怎麼玩 其實要培養賞鳥的興趣也可以很簡單 那麼今天就要來帶大家直接來 2023北江青新視野出發 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設定影片長先看 雲佳南好好玩 等你來玩喔 雲佳南 會放 我們現在進來的是北門遊客中心 那他們現在有這個十週年 關鳥馬拉松的特展 哇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 抹香精的標本 抹茶很香的鯨魚 感覺很好吃 蛤 北門遊客中心 送入了雲佳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特色 像是 炎業歷史 實地生態 宗教人文 地方產業 與文學藝術 讓每一位 來到這裡的旅客 都能更加了解雲佳南的魅力所在 喜歡賞鳥的人會喜歡看是因為 你認得它之後 你記得它所有的特性 然後你看到它 你叫得出名字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有成就感 就越來越喜歡 馬拉松的意思就是有一點像一整年啊 可以告訴你說 有哪些鳥類可以看啊 那其實進來你在賞鳥培養這樣子的興趣 其實很簡單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就是結合一個生態 然後跟這個賞鳥的文化 而且他們也很貼心都有提供專業的望遠鏡 賞鳥的攻略密集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也可以來北門遊客中心來問問看這樣子的資源 可以讓你自己賞鳥也可以很簡單很輕鬆喔 沒有辦法親自來到這邊的話 其實現在還有線上的 你們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來到這邊可以掃到這個QR Code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活動 那要記得在雲佳南轄區裡面 不管是美食啊住宿啊購物啊行程啊 只要消費300以上 就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抽獎活動 那我們這個特展因為它也不是常態性的 就是是在3月12以前 所以這個活動呢主要是搭配 官鳥馬拉松10週年的特展 那如果想要參加這個抽獎活動 也是記得3月12以前 趕快一起來到這邊 除了看這個特展之外呢 也來參加抽獎活動囉 我們現在要去台南將軍的扇行鹽田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南將軍的扇行鹽田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這裡遠遠的就可以看到 欸有一個大型的地景藝術品在中間的感覺 那裡呢就是還沒有開放 那是已經造成轟動的生命之樹啦 生命之樹是由台南在地藝術家楊世毅設計 在鹽田中軸縣終點處創作出一個呈現善言之美 即炎地精神結合的生態教育清水藝術平台作品 筆之通向大海的中軸縣像是一條劈開海水的道路 象徵面對困難卻依然堅定前行 那在未來呢會打造出地景園區 保留原本的生態風貌之外 也會來控管漆地的外來物種 速快呢在2023年的6月就會完工 大家到時候就可以近距離觀賞囉 歡迎歷零七谷岩山 先帶你們去看一個東西 因為這邊每一年都會有新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是什麼 好的 讓我們歡迎黃客長 你好 好 我剛剛一直有一個問題想問 今年為什麼會想到要用這個來做今年的裝置藝術呢 今年我們用台灣散演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岩工歸藍圖 然後設計出岩蘭夏德獨百的裝置藝術 然後它的上衣搭配2023代表顏色 冠穗洋紅 象徵岩工的堅忍不拔 勇往之前的精神以及態度 不畏困難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穿紅色是有原因的 剛剛你們有聽到了嗎 哇 感謝黃客長跟我們說這個這麼有記憶的小故事 今天是不是準備了一個DIY要帶我去體驗看看 對 一直在演的DIY活動 哇 好 那我們趕快去試試看吧 GO 走走走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就是用石板 然後取代鹽田 你就從外圍回到中間 對 即將 現在這個階段是不是其實已經把 假裝就是說把海水引到鹽田裡面了 對 對 要用力 他以為只有表面 要用力用力 用這個小轉圈 然後產在鹽田裡面 超可愛的啦 超可愛的 裝東西 登登 完成啦 鹽真的是得來不易 大家真的吃鹽的時候要好好珍惜喔 七谷鹽山園區也保存了早期鹽工勞動曬鹽器具 像是龍骨水車 雨收採器皿 可以帶著我們有潛入深 了解富有歷史與智慧的鹽葉文化 這邊除了可以體驗剛剛我們的 當一個小鹽工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龍骨水車 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 但是未來還會有更多的體驗活動 讓大家體驗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要密切的鎖定我們七谷鹽山的粉絲團 一起來體驗這邊的活動囉 謝謝我們的課長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呢 到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國勝港燈塔 大家要知道 看到這個燈塔 就代表 急需撿到啦 那身為台灣的四大集點之一 這裡呢 就是不管你是喜歡環島 不管是要騎重機啊 還是自行車啊 這裡都是他們的必定之地喔 那可以看到呢 在它的周邊 有這個沙洲的風貌喔 這裡看夕陽超級漂亮 有非常多攝影的愛好者呢 都會來這邊捕捉夕陽的自然風光 那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這個板子 還有後面的燈塔 就是最佳的拍照位置啦 請看 急溪油桶 為什麼它叫急溪油桶 就是收集大家的希望 不要以為這個是唬爛 真的會有人來收信喔 所以大家可以把你們的感動畫成文字 然後寄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所以也可以來這邊寄信 收集你們的希望把它投進去 現在呢 今天旅行的最後 我現在坐在這裡 然後看著這個夕陽漸漸的落下 其實今天一整天我們早上呢 先去了遊客中心 然後去看了馬拉松 那個賞鳥的這個特展 然後呢還去體驗了 研工的辛苦 以及整個研業的歷史 我發現其實雲嘉南 除了有美食之外 很多的人文很多的歷史 甚至是生態 都是我們大家要一起去保護的 那雲嘉南其實 根本怎麼玩都玩不玩 因為包括現在2023年 又有很多新的看點 新的風景要帶給大家了 所以下次還想看我們接受 雲嘉南哪些地方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雲嘉南好好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